对很多一箱油子来说 出外打拼 很多人忘不了的 就是妈妈的味道 十一节的感动时刻 今天要教大家做的这一道菜呢 叫做美味的树豆炖猪脚 对于客家媳妇雷尼斯来说呢 她从多米尼家嫁来了台湾 其实跟婆婆学了许许多多 美味的客家料理 就是这一道让她最难忘 因为树豆炖猪脚里面的树豆 多米尼家也有 这道地的料理勾起无限的思想情怀 走近巷梦关怀独居老人 热心驻人的雷尼斯 是台北市第一位外籍领长 出生于多米尼家 嫁到了美农当客家媳妇 在台北落地生根 用心融入台湾 她成为了新著名的模范生 所以出席了各大活动 上片各大节目 同时她还有一副好歌喉 除了利用客家歌 学说客家话 她最厉害的是 还能烧一首客家好菜 今天就要教大家 怎么料理到底的树豆炖猪脚 熬了20分钟之后 树豆子就可以准备下锅了 树豆子会吸收猪肉的肥油 除了有一股清香 还很耐饱 会煮这道美味料理 可是传承了客家婆婆的好手艺 像我伯伯煮菜 很好吃 什么美濃的烤鱼菜 胡椒软软软的好好吃哦 看一下那个薯片哇 哇 软了 曼火炖煮一个小时就能起锅 浓郁又爽口的汤头 也让婆媳的情感更亲密 不用味精不用盐巴 浓浓的客家味就能上桌 如果想要让它更美味 加点葱花 芹菜 蒜跟香菜 再来点胡椒就会更有味了 客家味道就是葱啊 蒜头啊什么等等 我回去东米尼家 也是这样煮给妈妈 哦 那也不错耶 能设计出一桌客家菜单 因为雷明司还拥有 丙级厨师执照 所以客家树豆在雷明司的手中 也可以变成有客家味的 多米尼家烩饭 把树豆子跟蔬菜一起快炒 再加入白饭 让它吸收糖汁的精华 控制好火候 又是一道美味料理 哇 好香哦 哇 一大锅 雷明司来台湾17年 婆婆热情的她 爱上台湾 也爱上客家 几颗树豆子是客家婆婆的贴心 添加吉里斯香芹 雷明司慢火熬煮 当客家猪脚上桌品尝 鸡肥十七年的感动时刻